小翁啊小翁,该怎么说你呢 加拿大和美国这两战可都是练兵啊 也没什么大神,就是拿分的呀 你倒好,不是一轮游就是二轮游 关键是看看你输的对手 加拿大公开赛0比2不敌杰克选手劳拉 我们啥时候输过杰克选手啊 这一战美国公开赛又不敌审队苏利扬 打不过林俊逸也就算了 现在苏利扬也打不过 你能是未来的重要一环吗 小翁这六脉神剑 时灵时不灵的,你永远猜不透 你觉得这种小将手到擒来 然后他输了,你觉得机会不大,他赢了 而且小翁的打法发挥的时候战斗力十足 打得不好就全场溜达,吊耳郎当的感觉 所以每当他打得好,大家似乎看到希望 他打得不好就会被千夫所致 因为他的风格让人看不到韧镜,恨铁不成钢 大家还是指望李诗峰继续成长吧 翁仔似乎天花板不高 然后再盼盼小将们吧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